回去回去 可以嗎 他已經炸起來 來吧先從兩個小的開始 這是一組進階套裝還有兩個配件 這裡有兩顆電池還有一次可以充四顆電池的充電器 非常的小非常輕便而且是Type-C口 電池 這個是65瓦的便携快充 65瓦其實他這個充電瓦數還挺大的 他是可以把這個頭給收起來 這個收起來這個動作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上面有一個USB的口 再來就是我們的飛機本身 大家看到了嗎 DJI Avatar 大家可以看到他旁邊是有這個保護罩的 好那我簡單來說一下他的參數 他是有4K超強視頻真穩的這個鏡頭 很像DJI Action 2 而且他的這個鏡頭的傳感器呢 也是1.7分之1英寸的 跟DJI Action 2也是一樣的 那這個1.7分之1英寸的這個視覺效果 應該是蠻不錯的 然後他的4K呢 是可以拍攝到4K 60fps的 其實電子一拿下來他整台飛機是非常非常的輕便 好然後就是我們的 Goggles OK DJI Goggles 2 飛行穿越套裝 比起之前的DJI PPP 他這個眼鏡小了非常非常多 就跟真的一樣耶 就跟你自己在看到的這種感覺是一樣的耶 再來他可以調節區光度 對於有近似的人來說他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事情 那相機參數之類的設置呢 是透過眼鏡一側的觸控板去控制的 很適合日常去使用的一個感覺 他這個穿越搖桿的設計 感覺就是跟著你的手部 對他是很貼合的一種感覺 雙擊Lock劍起飛 OK我今天先不飛 我今天先不飛 飛行搖桿 啊對就是那種感覺 其實開飛機你看到機長他們會拿來搖桿 拉升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 我還沒有那麼厲害到能夠這樣 自由的穿梭 我覺得應該要再去 再練習一下才能 像那些大神一樣 各種穿梭 我 我覺得我還可以啊 啊 這是我要模擬器第一次練習飛行 今天是練習的第一天 我們再試一次 不要急 啊 哎呀打沒 假裝你在開直升機 假裝你在開直升機 欸怎麼怎麼怎麼一開始就炸機了 欸這算進步了欸 這張剪天的時候 慢一點 我 其實整個模擬器的練習過程 其實在你飛過一兩次之後就很容易上手了 但是我為了求穩 所以我在第二天還是在簡單的練習了大約三十分鐘左右 這感覺就很像打遊戲一樣 在第二次的訓練之後呢 能發現自己呢 可以更穩定的去控制飛機 操作飛機 甚至啊我會在網路上去研究一些FPV的飛行方式 或是他們操控的方式 視覺效果 我都會去嘗試理解與摸索 經過了這兩次簡單的練習之後呢 我嘗試第一次在室外練習 好這裡是我家出來的一個大草坪 然後這裡附近啊都沒有高樓也沒有遮擋物 對 然後這裡還蠻適合第一次試飛的 哇哦 OK它這個操控感比我想像中的 來的絲滑順暢 就是它的反應更快了 比起模擬器它的那個 飛行反應 這個提杆反應 它是完全跟著我的 我以為這個可能會有延遲之類的 但是沒有 它這個反應是非常非常快的 就是我想去哪想去哪這種感覺 哇 炸雞了 草有點深耶 你還找不到飛機啊 我是在哪裡 哦哦在這裡在這裡在這裡 OK它翻過來了 OK 哇完全沒事欸 可以可以可以完全完全沒有事 這個保護獎真的蠻有用的 其實我剛才撞樹撞蠻多次的 OK哇哇哇哭哭哭 好一切正常 在第一次的實際飛行中 我覺得我學到了非常的多 我體會了穿越搖桿 真實對飛機的控制體驗 還有透過眼鏡和Avatar的視覺透視關係等等 有了那個保護罩 真的真的會放心很多 那這次飛行 讓我對操控技術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那也對我自己的自信心增加了許多 於是 我準備了下一趟飛行的旅程 我們原本計劃決定一號的是要去東航拍攝的 但是因為不可抗力的因素 最後計劃告終 我好想要旅行啊 好想要帶大家用不一樣的房子 我從一開始拿到Avatar 對說明書一頓閱讀 還有一連串對飛機的陌生盒練習 而在那之後 我每天都會在上海拍攝的時候 也都帶著它 而我累積了蠻多的素材 雖然不如東航的風景 但是我覺得 我可以展示給大家看一下 好啦 那這個就是我對DJI Avatar的學習體驗了 真的超喜歡它飛翔的感覺 太棒了 好啦如果這期視頻的話 有inspiration到大家 記得幫我點贊關注分享一下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